台内市一家知名的烧烤食材供应店是非常的有名 但是现在却被指控说卫生问题 因为卫生局在寄查的时候 在他们的冰箱里头看到了两只蟑螂 而我们的记者实际回到店里 发现业者就算已经打扫过了 但是还是有蟑螂在墙上乱爬 烧烤食材店里厨房设备整齐 看似一切都很正常 但日前却被指控食材处理地点不当 内部环境不卫生 工作也不会有什么血水啊 实际回到店家发现 虽然业者已经打扫过环境 还是可以看到小强在墙上四处乱爬 调背筒也随意放在地上 纵使网页上摆着美味食材照片 还是被媒体直击 员工将调好的烟肉放置在发霉的墙边 冷冻肉品用脸盆装着摆在水沟盖旁解冻 连卫生局都透露在机查时 还发现冰箱里有两只蟑螂 卫生环境堪虑 他还是今天我刚喝下 他还是这家烧烤食材供应商 找来知名主厨代言 但爆出食材不卫生 员工没戴手套口罩 就在骑楼处理食材 内部环境张乱发霉 经过台南市卫生局查证 业者根本没有合格杀菌设施 这家烧烤食材业者在中秋节前夕 定当爆满坚硬不暇 如今爆出环境卫生有问题 恐怕影响消费者信心 中日新闻赖光张蔡炳卢台南报导